歡迎來到三十卡卡 讓你的人生不卡卡 我是江一孫 我是陳遠倩 江哥 你猜猜看 台灣二十歲的年輕人 四十歲之間有多少人是未婚 台灣大概兩千三百多萬 大概三百多萬吧 這是最多的吧 四百四十萬人單身 四百四十萬 是的 也就是我們現在身邊有這麼多 以前叫做單身貴族 現在叫做魯蛇 魯蛇 那我們的下下一代在哪裡 這很可怕 你們在幹什麼 其實我覺得我身邊很多的朋友 他們不是不婚 而是有很多現況條件的限制 譬如說經濟 房價 還有最重要的是公時很長 真的不利經營家庭 所以在這個時候 就要很積極去面對 然後去做一個愛情搶救大作戰 這種態度才對 也是啦 也是 要努力的脫爐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找很多來賓 來跟我們聊聊他 怎麼樣搶救愛情大作戰的 這背後應該是有些心酸 有些甜蜜的故事喔 請大家來聽聽看 歡迎 大家是在24歲的時候 我也去參加民營的聯誼 參加過幾次 我參加過至少大概有十幾次 一場大概就是60個人 男生跟女生各辦 他兩個小時之內舉辦完 那一桌就是10分鐘這樣換來換去 其實到最後誰是誰都記不得 我那時候繳一年期的 一筆誤會費大家三萬塊 三萬 那他就說 那你不要參加他們就是 有一個比較算VIP的場市 男生女生的素質都會比較高一點 那他的費用就是 一般場市大概三到四倍這樣 對啊 我就問他說 那差這麼多錢那是差在哪裡 那活動上有什麼補業 他說沒有 全部都一樣 那唯一的差別就是因為 可是我就相親了 那一次的經驗我就是 我覺得非常不OK 我這輩子大概不會太相親了 我打開畢業我就 因為那張照片呢 就是那男的呢 他手上拿著一束花 好 我們今天要來聊聊 這個搶救愛情大作戰 不過我們今天在場的呢 我這樣晃過去 羅伊塔 怎麼了 妳來騙通告嗎 我哪有啊 妳怎麼可能單身 就真的單身 真的交不到男朋友 不可能 真的 好 我問妳這邊的人 我們舉手好了 相信羅伊塔現在是單身的 請舉手 最好是吧 妳看沒人 手都舉不起人 不可能啦 你們都是不舉而已 這個不能再講 這有好多 對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妳是單身 我覺得是因為可能 工作的關係 我的交友範圍其實不大 然後因為我對自己有設限 什麼設限 就是我本身有一個設限 就是我絕對不跟同行的人交往 那也還好妳只有一個行業別 不交往而已 可是這個 可是我生活就都是這個行業別的人 就是我生活在這個行業別 可是我自己有設這個限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個行業的人 我覺得啦 妳現在講話要小心喔 對 妳講話現在要小心喔 妳身邊都很多這個行業的人 我覺得啦 我覺得這行業的人 不管是目前還是幕後 等一下我們寫那個導播 用大特寫 妳注意講 好來 妳這個行業怎麼樣 目前還是幕後 或是紅的 不紅的 或是醜的 帥的 都滿花心的 我覺得啦 妳看一下隔壁這個是嗎 我不算這個行業的 妳算是有 我也是有他的臉書啦 對啊 也算是女人員不斷這樣子 真的喔 所以妳是覺得男生吧 還是女生 還是都差不多 我覺得男生 因為我覺得男生的話 在這一行真的是 很容易 就是因為這行有很多 現在很多那種網紅啊 或是新妹啊 他們就會覺得 好像可以拍一個 就是我覺得看到很多 然後他們就會 反正也不管妳是誰 妳是相關行業的 我就先上了再說這樣 然後男生一定會不吃白不吃啊 都送到嘴邊了 所以妳會覺得妳尋求 是一個比較穩定的關係 對 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說 這一行還是不要好了 而且這一行如果鬧翻的話 就會滿難看的 而且都會留底 對 就是 黑歷史 對啊 所以我覺得不要 就算是工作場合 不要這樣這樣子 妳是有過創傷經驗嗎 還是 我嗎 對啊 因為我現在 因為大家可能已經在Google蘿莉塔 前男友 就找不到 真的嗎 我也才交過兩個 而且我25歲才交到第一個男朋友 超晚的 25歲才交到第一個 真的假的 都沒有 騙人 真的沒有 我要說 因為 我們到時候播出會在FB上面公告啊 真的 你的高中同學會說上來留言喔 他們就會說他真的交不到 真的嗎 因為我那時候才在跟工作人員抱怨 我就說我後來長大以後發現 難怪有些女生心機很重 他們會好朋友帶出去都長得很醜 因為我以前高中大學的時候 我的最好朋友都是斑花笑花 然後我就 我都會那個 我在他旁邊就會很醜 然後我都是會接到男生來問我說 嗯 我可以拜託你介紹那個 你的朋友給我認識嗎 妳這樣講沒有人會相信耶 真的 妳不知道妳現在講話那個 Credit在地底下嗎 真的 我的朋友都超漂亮的 沒有 就是很難相信啊 所以妳覺得之前妳在大學時間是 出去幫人家陪襯的 對 都是陪襯的 所以真的在 欸 25歲 那大學畢業了 對 大學畢業到念研究所 然後才交到第一個男朋友 然後所以像我現在 然後因為我之前有交了兩個 我之前交往兩個 然後都不是真的長得很好看的 所以我現在就是我現在對於那個 找對象我有設了三個條件 好 什麼條件 第一個條件呢 就是要他不能是麻薄 不能是麻薄 這很合理嘛 然後第二個條件是 他是要可以自立自強 不要把我 不要 不需要人家太照顧的 那是跟麻薄同樣 是同樣 妳第一個跟第二個不一樣 因為沒有 麻薄是一回事 麻薄是太聽媽媽的話 但是不能自立自強 是因為我交往過 他事事都要我幫他做 不難依賴的 對 我就覺得這太麻煩了 然後第三個就是 我真的覺得要長得睡 因為我就交往兩個 妳好膚淺喔 我交往兩個醜的 都被踢到天涯海角耶 我覺得他從不被 就是一直覺得自己很醜 然後到那個交醜的男朋友 到現在他常交帥的男朋友 對啊 他永遠都在用外表 去拼自己跟別人 對 他沒有交到帥的 他沒有交到帥的 以個性取勝啊 我跟你講我前面那兩個 都是以個性取勝 我就會覺得他們個性很好 然後呢 然後結果他們 然後就都劈腿了 然後劈腿之後做 你是這種 通常這樣劈腿分手 那個朋友應該要安慰我 他們都笑我說 天啊 老實說 你那時候帶穿 我們就覺得你男朋友不好看 你還被他劈腿 你好丟臉 然後 所以妳因為交了一個帥的 被劈腿 妳還會比較甘願 對 我現在這樣 就什麼心態啊 我是因為交了兩個贈 其實還有賺到一件事 我現在是 我是因為已經交過兩個 一般人以後 現在才這樣覺得 對啊 等一下這個要問一下 HH這個心態 是不是需要上醫院去 哪裡有啊 但我覺得 他曾經被受過傷 會這樣講 我可以理解 是吧 總算講句人話 可是說 後面有可是你聽他講 沒有 可是說句實在話 講句真話是 這個男的條件 重點是他有沒有對你好 不管他長得帥或不帥 如果我們這樣講一個 先決條件是 你如果認為 全天下的男人 都會劈腿的話 至少這個人要對你好吧 對 對不對 大多數的男人 的確很容易受到誘惑 但是我也不會鼓勵說 我們一定要等到一個 絕對不會劈腿的人出現 你才跟他交往 因為我們等不到那樣子的人 因為你不知道 因為真的劈腿的人 是等到他劈了腿之後 你才知道他會劈腿 沒錯吧 是這樣子沒錯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這之前 你要選擇男朋友的條件 應該是說 這個男的到底會不會對我好 這才是重點 而且不是帥 對啊 對啊 我一直不能理解你已經 就是因為兩個 都是 不是 不是太帥的 又劈腿 所以我就很氣 你就很氣 我們應該問他說 如果下一個是個帥的 帥的 然後他劈了你的腿 可以嗎 你就會覺得很開心這樣 我不會覺得開心 可是我覺得至少比較合理 你這樣講完 我跟你講帥的都會來找你了 比較合理 對 你要在這個圈外找一個帥的 可是圈內帥了很多啊 對啊 所以你看我就會交不到男朋友 因為我就是已經設限說 我不想要同樣工作的人了 對啊 這是我交不到男朋友 最大的原因 那你學生時代交不到男朋友 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長得醜 真的 因為我學生時代 你看我們大家的男朋友 都給他問號 因為我學生時代 學生時代呢 其實就是除了我的好朋友 偏偏都是很漂亮的之外 因為我學生時代 我真的超用功的 我是那種超用功 都會拿獎學金的那種 然後完全沒有在顧外表 所以應該是說 你學生時代 不把這當作一回事啦 對 學生時代我瞧不起談戀愛的人 我那時候覺得 真的是心態 我覺得 瞧不起談戀愛的人 我們這邊應該有吧 婷婷妳學生時代 會瞧不起談戀愛的人嗎 不會啊 不會 對啊 可是妳第一任男朋友是什麼時候 25歲 那也跟我一樣啊 那妳沒有瞧不起妳 那請問是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其實我高中的時候是讀女校 高中女校 對 女校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爸爸 對 女校有聯誼啊 妳沒去聯誼嗎 其實聯誼很難認識人耶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讀的那個班 就比較 功課就是比較繁重的 對 比較好 升學班 升學班 那就變成是說 同學之間就比較沒有再去聯誼 就會有聯誼的話 我們私底下也不知道 因為 蘿莉塔是一個人不屑那個戀愛的人 妳們是全班都不屑聯誼 他們全班不屑 所以都不屑都不屑聯誼之類的 可是到大學呢 我讀大學的時候 剛好又讀的就是 陰盛陽衰的學校 都是女生 什麼系 我是國貿系 我也是 我大學是陰盛陽衰 我是西班牙文系 我們系上 系上比如說我們那個年級 總共可能50個學生 只有三個男生 妳們班幾個男生 我們班50個人 只有八個男生而已 太多一點 對 就是八個 所以要澄清我大學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嗎 那自己大學有沒有交男朋友 有啊 而且很多人 因為大學校園裡面 妳不是關在妳的系裡面 妳周圍還是有人啊 對 那為什麼沒有交男朋友 因為其實我的個性 也比較內向 就是剛好也不知道 怎麼跟男生互動 因為高中讀女校 就是因為被家裡的人 也管得很嚴 然後就說 不可以交男生朋友 所以就比較不知道 怎麼跟男生互動 所以就可能長期以來 累積起來 不知道怎麼互動 所以就造成說 到大學才開始交往 比較晚一點 畢業 畢業之後 才開始交男朋友 對 這個光曉蘭 妳今天應該也是來騙通考的 沒有 像我在唸書的時候 我唸的一樣是南校 我唸台北公司 我是最後一屆 南校 我們幾乎整個學校都是 我都說是和尚學校 我也是唸和尚學校 有沒有這個問題啊 那因為可能我們 念國中的時候也是男女分班 我們那個年代男女分班 那可能已經 不大會跟女生相處了 那我們那個年代 也沒有Facebook 也沒有討論區 也沒有H老師 像這樣老師給我們一些意見 所以我們變得很難跟 女生去相處 奇怪 我怎麼 我不曉得 我今天覺得主持下來 你好 我好看破 我也是女校啊 我們是和尚學校 可是我們學校旁邊有 我剛常常有臉書啊 對啊 我旁邊就有國小啊 沒有 妳講國小 我都要先 國小 國小 警察報警 沒有啦 我說我們旁邊什麼國語思想 可是過去就有女校啊 到處都有 都在日上 你怎麼樣跟不認識的人認識 學生時代 很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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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請問那個公車幾號 站牌在哪裡 可是我們 像我以前 念山科我們喜歡玩電腦 就是在電腦學會 那你就知道 我們整天對著電腦 跟對著一個活人 是不大一樣的 喔 喔 對 你就是比較喜歡 面對那個沒有生命的 對 就冷冰冰的東西這樣 好可怕 對沒有生命的 好 然後呢 然後就比較少機會 比較少機會 然後也就是 也比較不會講話 那個時候 那後來因為 專科畢業我們去考 插班大學嘛 那因為我們要補修學分 又很多 就等於三年都在補修學分 所以其實也沒有什麼時間 去就是教 認識女生這樣子 所以你第一個女朋友 是什麼時候 第一個女朋友 是在念大學的時候 大學 那她是校外人士 她不是那個 對 那也是比較笨拙的方式 就是人家來 獵殺我這樣子 有一點炫耀的感覺 對啊 我會想被獵殺 你被獵殺 然後 對獵殺 被殺殺 那時候也不懂 被幾個人獵殺 那時候就一個 對啊 那時候就不懂 那時候 就被她獵殺 對 有BBS 還是網路留言區 你就真有 就是真道這樣 那時候也就殺殺了這樣 就覺得女生好像還不錯 還沒談過戀愛 那來談一下好了 那這樣子不對啊 這樣子你既然大學就已經這樣 跟今天你來這邊 我們分享 對啊 那個大學那個大概 不到一個月就結束了 就真的就 不到一個月 對我們那時候就好 有啦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也播出時間好像 對 我們算一下 所以應該是 那個上座有牽牽手 喔牽牽手 牽牽手就這樣而已 然後呢 然後 就隔了幾年交下一個 隔了 大概隔了兩年吧 兩年 對 然後最長的感情空窗期是多久 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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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算嗎 算啦 可是我們兩個都是25年耶 空窗25年 空窗25年才交第一個 真的 所以其實你在開始交往的時候 你是什麼樣的心態 就是說 你是這段時間空窗 是你根本都不想要呢 還是你有想要 有想要也有做一些嘗試 但其實會發現還是有些困難 可能是我自己心裡面的困難 還有就是社交上也有困難這樣 因為真的就是對著 那個東西太久了 人家沒有辦法跟一個火人 好好坐下來聊天 那你會不自然 你現在面對那個 現在不會啦 現在因為就可能出社會久了以後 會比較有些力量會比較好一點 那你到底那時候空窗的時候 你擇有的條件是什麼 我擇有的條件其實 我覺得這很像很多女生在講 就是我只要感覺OK 然後女生看起來很乾乾淨淨的 然後不要比我胖啊 不要比我愛太多 我都覺得OK這樣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條件 特殊的條件 我覺得 我覺得女生腿要很重要 我喜歡就是腿比較長 天啊 你到底你是多高啊你 對 他是說腿漂亮 不是說腿漂亮 我知道啊 我懂啊 但我的意思是說 算了 算了 沒事 沒事 還有你的ID 還有你的名片 就是他會確保你的正常工作 然後也不是已經結婚的人這樣 他還會驗你的畢業證書 驗你的學歷 還有畢業證書 就看你有沒有說謊 那個婚友其實很可怕 你一進去的話 要先繳一筆誤會費 我那時候繳一年期的 一筆誤會費大家三萬塊 三萬 他們有中山 對 我現在就是腿比較長 天啊 你到底你是多高啊 他是說腿漂亮 我是說 懂啊 但我的意思是說 算了 算了 沒事 沒事 你攻擊很大 我跟你講 那個攻擊力已經出來了對不對 嚇過你 那你整個在戀愛的過程 就是在追求這個愛情的過程當中 這七年 你還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講過 我們第一個是有PO網交友 對 你PO網交友 對 那還有一個是朋友伴的聯誼 朋友伴的聯誼 對 因為有些朋友 他們覺得就是比較熱心啊 那他可能職業上 他是做HR的 就是可能人脈比較廣 像我們這種失婚年齡啊 三十幾歲的男女生這樣 他就會辦一個 就是都朋友的聯誼這樣 還不錯耶 對 那還有一個是 就是參加那個 外面房間的聯誼這樣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一些 活動的主辦人 他會辦一些 譬如說換桌聯誼啊 之類的 那可能就是著收一點費用 然後有一個場地 大家可以聊聊天 從哪裡找到這個管道 就在網路上看到 那個現在好紅喔 對 很多假 所以發現週末很多餐廳 都會被包場舉辦 像那種換桌聯誼耶 餐廳包場 我曾經開過類似的公司 你也曾經開過 對 我主辦過這樣的活動 這對 其實 但是你要看他就是 主辦的那個團體 譬如說如果有一些 比較傳統的婚友 適合他們辦的 也許他找來的人 可能就比較不是 像光小郎這種 比較年輕派的 比較適合 那像我們那個時候辦就 譬如說都是一些白領啊 Oil 那來可能都在咖啡廳裡面 換桌聯誼 其實滿健康的 只不過說那個談完之後 大家誰對誰有意思 或者後續會怎麼發展 那個其實又很難講 它只是增加了一個 你多認識人的智慧 對 是 所以那時候你參加過幾次這樣的聯誼 朋友的話我大概參加過兩次 然後民營的大概也是兩次這樣 兩次 感覺怎麼樣 後來有沒有因為這樣交到了朋友 像朋友的話 那個其實是很放心 因為就是大家都是認識的 就是或是朋友的朋友 那就是你的生活圈 會有稍微有點交集 所以你也不大敢 就是把你的名聲給弄湊掉 當然對方也是嘛 那有一次是在 就是一樣喝咖啡 那另外有一次是 朋友揪我們去做蛋糕 那活動就還滿有趣的 就是大家做蛋糕 然後一邊聊天這樣子 就是其實是 你那一裝成去做蛋糕的 可是我有一個疑惑 如果是朋友聯誼 會不會以後見面會遇到會尷尬 因為是朋友的朋友 沒有 我覺得這就是看 這個主辦的這個朋友 功力高不高 你不要弄客人運動的 好像就是大家四個人坐在那邊 然後我一個介紹 一個介紹 不需要這樣 其實像他們這年紀認識 通常可能就是去唱KTV嘛 對 不然就是多一點人一起聚餐 或者說我有一個趴 然後我可能會有很多朋友來 那你順便來一下 像生日趴 生日趴那樣 所以無所謂 他只是認識朋友的一個管道而已 對 那民營的聯誼你去了 民營聯誼 對對對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有在 換日現時的專欄 然後想說去找一個 就是新的刺激 那我又很愛看電影 我有一部電影 是Will Smith演的那個 全民情神 對對對 那裡面有演到就是 他去參加那個換桌聯誼 雖然是吵架 所以你就屬於電影看太多 然後導致到 我就去看看嘛 對 然後可能找一下 像為什麼我這個年紀 這麼多人還在就是 尋找婚姻跟愛情的路上 那就去參加了一場 那他的費用其實不貴 那他 不貴是多少 大概500塊左右 那可以 對 600塊 500塊找到人生一變性質 還可以做蛋糕 對 那而且我覺得他的重點是 他不會強迫你就是玩遊戲 不會強迫你玩團康 那因為我比較害羞內向的人 我不喜歡做那種事情 我也是 我也是 對 那個你就繳錢 你說什麼 我就繳完錢以後 那他會驗你的 就是你在哪裡工作 驗你的ID 驗你的名片 就是他會確保你是正常 有正常工作 然後也不是已經結婚的人 這樣子 他把關還滿嚴格 還會驗身分證 他還會驗你的畢業證書 驗你的學歷 還有畢業證書 就看你有沒有說謊 所以你有這樣子嗎 我跟你講那種 還就是沒有 不是不是 真正 你是有人繳錢你就收 沒有 真正大的這種聯誼公司 就是婚友社這種 他不是只有驗學歷而已 他還驗你的財力證明 我曾經聽過是 我曾經聽過是 這麼眼睛跟真信社有什麼不一樣 我曾經聽過是說 有一個人他說我名下有五棟房子 比如說十棟 假設一個土財主 然後對方就說 那你要拿那財力證明 他就去了那個公司 然後就把十張地契 直接壓在桌上給他看 全部都是他的名字 就是要做到這個地步 他就不能夠 就是要做到同手無七 但是通常這種婚友社 其實他剛剛講的那種活動類的 他是比較像郊友 可是真正的婚友其實很可怕 很可怕 什麼意思 你應該有遇過了 有 很可怕 因為像是參加的時候 就是他可能一場裡面 大概有40個人 那你就 男的女的加起來 對 加起來40個人 那也有可能稍微多一點 就是總共男女生各30個 那你就想說 你要從第一桌 把你自我介紹 全部講過一遍之後 你要重複40次 對 那 其實你大概前幾桌 前幾個人 會認真講 對 你還會認真講 但到最後你可能就覺得很累 你一直在重複 我的名字叫加月春 然後沒了 對 然後你會發現 你旁邊的那個夥伴 就是可能其他男生 他每一桌 每一桌他都講的一樣 你聽到會覺得滿無聊的這樣子 對啊 那有些人可能比較沒有理嗎 他可能覺得這時候男生或是女生 就是不適合他的菜 或是他覺得就不OK 他可能就會跑去吃東西啊什麼的 很現實 那就是那場完了之後 那大概過了半年 那個主辦又打給我 那那一場就是沒有什麼發展 主辦說你上一場 就是得到的女生的票數還滿多的 因為他就是每一場就是要投票 還要投票 他又在炫耀 對啊 是工程師 他就問問說 因為你是工程師 對 那他就說那你不要參加他們 就是有一個比較算VIP的場次 還有VIP的場次 來了來了 恐怖了 對 他就是說 男生女生的素質 都會比較高一點點 然後我本來已經沒有興趣 但聽他這樣講 我說好 那我再去看看好了 對 那他的費用就是一般場次的 大概三到四倍這樣子 哇 就差不多兩千塊 對 然後我私底下問他 我也好奇嘛 他應該是看到你工程師三個次 他就自動跳到VIP吧 沒有沒有 我就問他說 那差這麼多錢 那是差在哪裡 那活動上怎麼補業 他說沒有 全部都一樣 那唯一的差別就是因為 物以稀為貴 我聽到其實會覺得有點怪怪 什麼叫做物以稀為貴 物以稀為貴 不知道那都過誤了嗎 對 他就是說 他意思就是男女生的素質 都會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他就要收比較多的錢這樣子 那後來那一次呢 後來那一次 我就認識這一次的女朋友這樣 目前的女朋友 你現在不是單身喔 對 現在也有女朋友 對 現在也有女朋友 對 所以今天就是來炫耀呢 Rovina 你就是沒有參加VIP 那哪一家跟我說一下 對 等一下下節目以下跟你講 但是他運氣真的算好的 因為他這樣算起來 等於說你交到這女朋友 才花多少錢呢 兩千塊 三千塊以內 那還是很OK 因為如果你還是繼續 那三千塊買到一輩子的現場 不知道是不是一輩子好 對 對 因為他如果沒有成的話 那個婚友社有可能會再跟你講說 我們這邊還有更高的 對 也有可能 還有繳年費 可能一個月 可能一次要繳15萬 20萬這種 真的 有15 20萬的 這個就是我後來 為什麼不做這個行業 因為這個行業 被傳統婚友社做臭掉了 因為大家都會怕 因為這種詐欺說 他會找一個 比如像蘿莉塔這麼漂亮的女生 先去跟你一對一見面 然後他說 我覺得這女生很棒 但是對不起 他已經名花有主了 可是如果你要找到這麼好的 我們還有別的 但你可能要再多付一點費用 算另類先人挑了 有一點 有一點 這個我們觀眾朋友要記得 對 太可怕了 所以有可能是 他真的是操弄自卑感 操弄自卑感 這也不好 還有就是他營造出一個想像 對不對 那甜甜你在旁邊坐了很久 聽他這樣講 你有積極的作為嗎 跟那個光小郎一樣 因為其實我過去也是 因為心態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本身 就是跟蘿莉塔一樣 就是覺得說 自己長得不好看 然後因為我本身其實就是 什麼叫跟蘿莉塔一樣 自己長得不好看 我是真的覺得長得自己很好看 我是因為我的朋友太漂亮了 所以比較起來 我就比較吵這樣 對 因為其實我 等一下 你現在的意思是什麼 我其實是很好看 不過我的朋友更好看 對啊 所以我是好看的 我蘿莉塔才沒有跟你一樣 蘿莉塔生氣了 她就很高級 她就很高級 普通級 我但是那個被比下來 因為其實 就是因為我個子比較小 因為我大概只有155公分 個子也比較小 其實我自己後來發現說 我當時的心態會覺得說 其實男生其實還滿看身材的 可是155這個身高是好的呀 沒有很矮 而且台灣男生普遍平均身高 可能1708 15打起來很好 但是因為其實我 因為我其實 其實我現在是有點胖胖的 因為其實我國中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其實都熟熟的 那因為其實個子癌 再加上 因為那時候其實 比較瘦小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會比較沒有自信 然後就不敢就是說 跟男生相處 那當然有部分也是因為 家裡的因素啊 還有學校 就是限制太多了 所以就造成我沒有辦法 找到對象 那妳有什麼積極的作為嗎 積極的作為就是跟 也是一樣 我也去參加民營的聯誼 你參加過幾次 我參加過至少大概有十幾次 這麼多 每次都要花500嗎 女生會比較便宜喔 女生比較便宜 男生會比較鬼 女生比較便宜 真的喔 女生便宜多便宜 就是女生去參加一場 其實要看主辦人耶 如果說主辦人是女孩子的話 他們就會比較偏向我們女孩子 大家就會可能說一場的話 女生只要大概繳 大概350左右 對不對 真的滿便宜 我知道的是 比如說有一個朋友 他專門在做這種 每個禮拜四晚上 在收購錢櫃KTV 做一個大包廂 對 男生去的話 一個人要付2000塊 女生去的話是完全不用錢 對 就有點Lady's Night 對 所以他那個還要付到350 算是 所以妳是參加這種聯誼 對 我參加這種聯誼 十幾次 十幾次 樂此不疲嗎 就是其實參加過那麼多場 也是一樣 一場大概就是60個人 男生跟女生各辦 那因為參加過那麼多場 其實就是 因為時間很短 只有十分鐘 一桌就是 趴在兩個小時之內去辦完 那一桌就是十分鐘 這樣換來換去 其實到最後誰是誰 都記不得了 對 那怎麼辦 這時候就是只能想說 反正就是以第一桌 因為第一桌通常都是 時間比較久 印象就是什麼 對 印象最深刻 所以就想說好吧 那就隨便寫一個 誰覺得還不錯的 就是寫第一桌 等一下 我不了解 這種繞完之後 你繞的時候 沒有交換名片 或交換聯絡方式之類的嗎 沒有 他們會最後統一 大家都可以拿得到 所有人的LINE或聯絡方式 對 所有人 當然 當然 你不是只有認識某些人 你當然是可以拿到 全部的人 真的喔 那後來每一場結束後 有做後續的聯絡嗎 其實 或是被聯絡有嗎 我第一次參加的時候 我記得我那時候 因為我去參加的時候 大概是在24歲的時候 去參加外面聯絡 那是20年前嗎 你24歲 對 這麼心 你這麼心 就是因為那時候 家裡比較傳統 他們覺得說 我沒有交過男朋友 然後又希望說 我在27歲結婚 所以她剛剛說她25歲就要第一個 對 所以就是透過這個嗎 不是 我第一個25歲 是在我工作上認識的 所以妳後來就參加聯絡 可是妳看 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告訴我們 電視界面的觀眾 尤其當爸爸媽媽 國小當然不能交男朋友 國中不能交 高中不能交 大學也不能交 然後一大學畢業說 妳也還沒嫁人 對 真的 婚有色跟民間聯絡又不一樣 對啊 有什麼不一樣嗎 就是民間聯誼的話 它其實就是屬於那種換作聯誼 那就是大家一起在一個場合 就是都可以看到彼此 然後她的費用不貴 對 那婚有色比較貴 婚有色很貴 婚有色很可怕 多貴 多少多少 婚有色的話 妳一進去的話 要先繳一筆入會費 入會費大概多少 大概 因為我那時候繳的大概 它有分以年期算 那有最短的話大概就是一年 然後兩年 甚至還有五年 十年 幹嘛要叫五年 十年 你最近五年 十年 你最近五年 十年 都在婚有色找不到 那婚有色就故意了吧 她滿有終身的 對 她滿有終身的 她有終身的 她就是怕妳離了婚之後 妳這個會 就像妳去學電腦一樣 妳離了婚之後 妳還會回去 還有用 學電腦 這把婚姻當成什麼 這個是活到老 學到老 有點保險業務的概念 那妳參加幾年 我那時候就是參加一年 因為那時候其實 因為畢竟我那時候 也是25歲去參加 那時候還沒有遇到我男朋友之前 然後那時候因為家裡的人 也比較 就是應該說我自己也有點緊張 然後我就想說 就是 就想說去參加婚有色看看 因為也沒有 不知道這個活動在幹嘛 那時候我進去參加的時候 一筆 我那時候繳一年期的 一筆入會費大概三萬塊 三萬 三萬 差不多 差不多 跟剛剛那350比起來 三萬很高 就是變成是說 入會費就是三萬塊 可是你每排約 三萬塊就是說 只讓你看所有會員的資料 你如果看綜藝的會員資料 排約一個都還要再花錢 所以他入會 只是讓你看這些人的資料 但是沒有聯絡方式 他不是一個月讓你排一個嗎 沒有 他後來就是說你排一個的話 再加錢 加多少 他就是加一個那個入場費 比如說就是排一個堆項就600塊 因為我會比較現實一點 他們就看你的照片 照片不準 現在照片那是易容數的很多 不是就很多人 真的 我的照片都是 然後也就是拍得很自然 有交到不用嗎 沒有 他後來就是說你排一個的話 再加錢 加多少 他就是加一個那個入場費 比如說就是排一個堆項就600塊 這也太像在點小姐了吧 沒有 就是自己酒店先付包廂費 然後要叫小姐再付 羅麗茶為什麼你把我們節目搞 就是那個婚友算不正派啊 不是不是不是那個叫茶水費 對 茶水費 那個叫茶水費 因為以前他們是傳統來 因為以前一般婚友是這樣 他如果沒有一個工資 比如說美女婆 然後比如說我約你們兩個 到一個咖啡廳還是一個茶館來 那你們兩個要自己付那個茶水錢 那個茶水錢加起來大概幾百塊 他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到最後演變成現在這個形式 OK OK 所以是茶水費的概念 對 茶水費 但是那個3萬有多少人可以讓你看 其實我發現說會員真的不多 因為那時候我看到會員 大概只有兩三百個而已 可是後來我發現說也滿浪費錢的 因為也是沒有看到眾議的 所以你進到第三個很先進的APP交友 對 大概是從27歲的時候 對 因為我剛才有說我27歲想結婚 但是我25歲剛好那一年 就是緣分來遇到互相喜歡的人 就是剛好談戀愛 我那時候戀愛其實也談得非常的不順利 要分又分補比較 因為第一次談戀愛嘛 是初戀比較少 對 然後又有感情 對 有感情 所以什麼都量解他 對 所以妳就使用APP交友 我27歲的時候就用APP交友 有交到朋友嗎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玩APP 沒有啊 APP就有好幾個 我覺得男生 有些男生就會遇到 有些男生會怪怪的 我覺得APP上有很多男生 不是誠心想要交往 比較偏向想要一夜情 對 很多是想要一夜情 對 然後而且其實 我覺得有些男生也比較可能 應該說不光是只有男生 女生也是一樣 就APP交友其實會比較現實一點 他們就看妳的照片 就是妳的 但是照片不準啊 現在照片那個藝容素的很多啊 可是就很多人甘願被騙啊 真的 對 很多人甘願被騙 那時候其實 我的照片都是完全不修圖 然後也就是拍得很自然 都完全沒有點閱率 所以你們看得到點閱率 可以看到點閱率 對 是喔 都沒什麼點閱率 就是變得跟其他人 那種很漂亮的照片比起來 點閱率真的差很多 對 那後來有一次 我就稍微放比較好看 我還沒有放很好看的照片 稍微好看一點的照片 就差很多了 真的 這個是一個很 就很現實 提向的世界 必然APP交友裡面 可能有一些是 不是很專心要來交友的 我們怎麼去分辨 到底有沒有什麼跡象可以知道說 到底這個人是很認真想來交往的 還是只是想來玩一玩的 其實如果你真的遇到了 到航很深的男人的時候 你其實是無法分辨的出來 對 真的 真的 因為他們在還沒有達到目的之前 他會無所不用其極的 至少他會想約你出來一次 他會先不斷的鋪一些梗 然後跟你聊天 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只要你出來跟他發生過一次 或兩次關係之後 對 他就會跟你講說 對不起 我可能有事 然後兩個就失去聯絡 可是講個 我身邊就有兩三個很好的例子 是透過APP交友 然後真的找到很不錯的對象 真的假的 那很幸運 這個是真的 這也是有的 這也是有的 我覺得其實不管換任何的方式 其實最終是你有沒有辦法跟人溝通 然後從對話裡面去判斷 這個人有沒有誠意吧 所以還是要見面 這還是跟社交技巧有關係 跟經驗有關係 我覺得講到這部分可能真的是 你要嘛 講到一個最大的準則 就是你要把時間拉長 APP交友你千萬不要急著說 我們要出來見面 如果他急著要跟你見面 你就可以很明顯知道 他只是想要 一來是只是想要知道 你長得到底正不正 二來是他可能就只是想要上床而已 對 那如果你把時間拉長 你們真的像朋友一樣 聊兩個月 三個月 甚至半年 這個時候你主動約他出來見面 我都覺得都還OK 這樣是比較合理的 對…就是把在線拉長 對 如果他還有辦法撐過半年 就表示他還是有心 但是如果到航很深的 還是沒辦法 因為你知道有些人是這樣 他是同時跟幾十個人在聊 所以他可以聊很久都沒開始 對 他都沒差 輪流要等半年後 開始一個一個收割這樣 真的是有這樣 這一集好像變成人肉市場大主席 對啊 這太可怕了吧 你知道我遇到那個婚友社的老闆娘 她跟我講他們怎麼談 就比如說蘿莉塔進來 假如說蘿莉塔是一個不會化妝 或比如說她頭髮很少或怎麼樣 他們就說你去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專門的化妝師 他幫你把你的缺點全部都遮起來 然後把你改造 就是打扮成你平常是不會打扮的樣子 然後去見第一次面 我覺得這就是騙人 是啦 可是也不能說不合理 因為就像工作面試的時候 我們也是履歷會寫得很漂亮 是一樣的 然後去面試也是穿的 平常不會穿的樣子 對啊 所以也不能說這樣算騙人 工作其實因為你要工作一陣子 你可以知道這個實力 你的損失就沒有那麼大 而且那是付錢的嘛 對 可是談感情是真的用感情在換 對 用心 那是受傷 就像你們受的傷就很難復原這樣 對 那請問現在你面對感情 我以前也會有幫自己設 說25歲結婚 對 什麼27歲生小 生第一個小孩 30歲生第二個 但現在反而已經遠遠超過30歲 所以就算了嘛 但是雖然說現在對感情沒有那麼強求 可是心裡還是有想說 因為身邊很多朋友都結婚 你就會想說 好像也是有一點想要結婚 所以呢 之前就有想說 好吧 就是譬如說 會有稍微積極一點 然後像媽媽就有逼迫我去相親這樣子 然後呢 可是我就相親的 那一次的經驗 我就是我覺得非常不OK 我這輩子大概不會太相親了 那一次是呢 首先第一個 那個媽媽的眼光 本來就已經怪怪的 就是媽媽覺得好 媽媽覺得長得清秀乾淨的年輕人 通常跟我們想像的清秀乾淨都不一樣 然後這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 相親不是都會先拿資料回來嗎 那時候媽媽就拿了一本資料回來 打開第一頁是照片嗎 打開第一頁我就嚇瘋了 因為那張照片呢 就是那男的呢 他手上拿著一束花 黑白照 黑白照 超像一照的 所以是明婚來了 那時候想說媽媽 你急到想要幫我明婚了嗎 就是 怎麼會有人拿黑白的照片 來當相親照之外 再打開後面 不是會有自我介紹嗎 自我介紹他寫說 他自稱自己是貝勒爺 他說他想要找到 心目中理想的格格 這個還蠻特殊的耶 對啊 那這個一看我就覺得沒辦法 然後那時候媽媽還有逼我 什麼要交換電話 但我想當然 我就是連給都不給 我就不答應 我說這太可怕了 因為很不合理 然後後來呢 那相親我就覺得不行嘛 那我就想說好吧 就我拜託身邊朋友介紹 然後我不得不說 身邊朋友很多單...朋友單身 因為同行的我不要 所以他們都會介紹他們其他圈外的朋友 然後 然後圈外朋友不知道為什麼真的特別多 都是工程師都是單身的 然後像剛剛小狼說 他們不太會跟女生講話 這我完全可以理解 對 因為呢我自己就像那時候我朋友介紹 也是工程師 然後那時候發生一個狀況就是 那時候剛好我有養一隻寵物 然後牠那時候生病 然後呢我就有打在臉書上說 就是那個兔子生病了 然後有帶他去看醫生 希望牠趕快好就這樣子 然後呢 一般男生看到你說 我過去帶妳啊 沒有沒有 所以牠就有私訊我 然後我心裡想說 那時候想說牠的內容 理想的內容應該是牠會安慰我說 牠一定會很快好的啊 對啊 你怎麼加油 對啊 下次那個父親 要不要我陪你去什麼之類 沒有 牠私訊我呢 傳了一個連結 點進去看是 你說我今天那個生理期來 有點不太舒服在家 然後過了不久喔 我就那男生就 用訊息來說 我站你家樓下 他就拿出一個夾鏈袋 很小一個 裡面有一顆藥丸 他說這個呢 女性專門在吃的保養品 如果你覺得好的話 之後可以跟我買 他私訊我呢 傳了一個連結 點進去看是寵物火花的 連結 好小喔 對啊 我家寵物只是生個小病而已 然後你就已經在跟我說要火化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生氣耶 這就很像 如果今天你那個長輩生病 然後你的好朋友 沒有就你竟然賣你鱗骨塔 你會不會生氣 當然會生氣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有就是這種 這種不解風情的人 這男生嗎 對 然後我就覺得工程師 人腦子 這好像有點怪怪的 你這個劑就射到了 你要有人講工程師 因為工程師 我們的天子是喜歡解決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幫你處理你的情緒 所以這是解決問題 就解決問題啦 那可是這還是很不合理啊 你才可以這樣子想想 我們可能要學的 對啊 很多人可能要學的就是如何貼近你們的 就是心靈點 然後後來呢 反正就這個不行嘛 後來朋友又介紹另外一個 然後他 他雖然不是工程師 但他算是那個就是有在賣一些健康食品的 然後呢 因為有一天呢 我就是那個男生就有約我說 問我訊息 問我說你今天在幹嘛 我說喔 我說我今天那個生理期來 有點不太舒服在家這樣子 然後過了不久喔 我就那男生就用訊息來說 我在你家樓下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這個這樣很合理耶 好貼對 可能帶什麼紅豆湯啊 對 紅豆湯巧克力啊之類 我就想說太開心了 結果一下樓呢 他就拿出一個夾鏈袋很小一個 裡面有一顆藥丸 他說這個呢 女性專門在吃的保養品 非常的有效 你吃了以後呢 以後生理起來就不會不舒服了 來 給你一顆 如果你覺得好的話 之後可以跟我買 重點是最後一季 對啊 重點是你要給人家試試 你好歹要給試試什麼 一個禮拜的 對 他只給我一顆 他只給我一顆 效果可能很好吧 真的 真的是沒什麼 然後立刻我就也是 不想跟他聯絡 所以現在我其實 我幫你找些資訊 就是為什麼現在男生很多 不敢結婚 為什麼 第一個呢 薪水只夠養活自己 而且是佔了48.96% 幾乎是4950 對啊 所以他會要賣你保養品 對啊 他就不是想跟我交 他只是想要賣保養品 你要不要當作訓練一下 他只是想要拉我變成客人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常常就會說 沒有適合的真命 那就是他們自己有問題 對啊 沒有適合的 然後再過來 再過來買不起房子 很合理 大家都買不起房子 再來就是收入不穩定 會嗎 你會覺得他們會 面對你會覺得收入不穩定嗎 可是我自己收入也不穩定啊 我們這行業也不是穩定的 所以這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你收入不穩定可以 可是你要對自己負責 如果你收入不穩定 然後可是你喜歡買貴的東西吃好的 這樣我就不能接受 對 那小郎呢 你現在開始有女朋友了吧 對 那你覺得前面這些是真的是 你當初會猶豫不決 會啊 還是我會 到現在為止 我都還會再思考這個原因 就是這樣子 因為可能 我現在跟我媽媽住嘛 那因為我爸已經過世了 算單親家庭 所以我除了我自己的薪水之外 我還要負責就是 我媽的旗去開銷啊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壓力會比較大 對 那在可能交我女朋友之前 我都覺得說 我媽媽如果把媽媽顧得好 我自己過得開心 那也OK啊 對 那當然我們也是買不起房子啊 對啊 這真的是大家 那這樣講起來 菁姐 妳會不會覺得 對愛情就 不大有希望呢 看到又這麼多的問題 妳現在對愛情的想法是怎麼樣呢 就順其自然啊 順其自然 對啊 那還會想要積極的去 用什麼方法來追尋 未來可能的愛情嗎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了耶 因為其實我後來 真的很相信一句話叫做緣分 緣分 對 因為其實 妳一直是刻意去找一個東西 反正找不到 妳去刻意的時候 哪一天他突然間蹦出來 對 妳是什麼時候才突然覺得 讓自己鬆一口氣 就是 因為我今年29歲 那其實我已經過了 我當時設定27歲要結婚年 對 那我後來也是慢慢 我覺得應該是說可能 女生可能像我這個年紀 多少都會著急 會比較有壓力 那其實我覺得慢慢 可能這個時期要過去了 慢慢就有一點看淡 對 不過聽到這兒 我覺得著急是一個很 我會覺得不一定需要的心態耶 為什麼就要著急呢 為什麼29歲 30歲 就好像是一個關卡 然後他會召集 召集的過程當中 可能反而會遭致一些危險 例如說你可能因為急 想要交男朋友們 有選好上當 像你剛剛說花錢在婚友社 對 有沒有辦法讓我們的這些朋友們 不要不要召集呢 我覺得這個沒有辦法是他們自己 可能自動自發去改變這種觀念 我覺得長輩要從我們這一代開始做事 對 真的 因為這都是社會壓力來的 我們常常講一句話就是說 你不要活在人家的時區裡面 你不要活在人家的進度裡面 你的人生沒有你人生自己的進度 我身邊很多朋友30歲 可能40歲才結婚 45歲才結婚 50歲才結婚 對 他們還是過得很開心 可是假如你這樣想 如果他50歲才結婚 他像你一樣 他本來設定25歲就要結婚了 那他後面這25年是不是都在交集 那這樣的人生不都讓他們廢掉了嗎 對 所以這種事情沒有必要 真的沒有必要 而且在我們眼裡 在我眼裡也不說我們 在我眼裡 我覺得你們都還很年輕 說真話 因為現在人的壽命越來越長了 對 然後科技越來越進步 你們真的不需要去擔心 這些後面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像婷婷你說隨緣 我覺得隨緣沒錯 可是我覺得隨緣還是要積極 這種東西有的時候 是你自己要去爭取 因為就算結婚很多年 二十幾年的 你也要經營 就是都是需要自己積極經營的 所以我覺得你不要太消極 蘿莉塔妳又最會講別人 對啊 那妳自己咧 請問妳積極在哪裡 我很積極啊 例如妳怎麼積極 比如說 妳要先我們這個節目 她很積極在一段 她很積極在講別人 好不好 先停機然後5分鐘 然後妳再來接吧 好 等一下 好 來 請問蘿莉塔妳的積極在哪裡 我的積極就是呢 我會盡量叫朋友 幫我介紹她的朋友 我跟她講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蘿莉塔的積極 因為我有她臉書 她常常在充實自我 我覺得這是積極的一個好處 就是妳要讓自己 就是花肉盛開蝴蝶自來嘛 妳要讓自己更美麗更有智慧更有魅力 然後妳只要增加 跟不同的人的接觸面 哪一天那個緣分自然就來 老師好會講話啊 我不會是老師 我會看到妳在練瑜伽 還是運動什麼的 對啊 她真的滿積極的 是 所以妳就是把自己準備好 準備好 其實就是最積極的做法 對 對… 那我想不管是小蘭 丁丁或蘿莉塔 我都希望她們很趕快 有個美好的婚姻 其實我覺得她們的積極 還是壓力好大 我還是覺得 總有一天妳會遇到一個 不管妳長什麼樣子 她們會愛妳 是啊 所以祝大家都找到愛妳的人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 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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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醫生女兒